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商品的話 那就自己去找吧 哎唷 這是你的導遊ADA 帶你環遊世界到處飛 大家好 我是阿達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今年的一些小物 首先要跟大家推薦的呢 是每一個人都必須每天要穿的 underwear 為什麼要這麼推薦呢? 現在是我大哥春風做的牌子 自己試穿過後呢是非常的舒服 他說你穿完 那褲子拿下來你聞 有臭味的話 直接再送十件 運動感很強 男生跟女生的都有 那另外要跟大家推薦的一些小物 很爛的是 這個悠遊卡 PS4的手把的悠遊卡 那我這個 在最近呢拿到了 拿到的同時PS5也快要出了 手把聽說換了 但是還是很有紀念價值 而且它這個 我覺得它做得很好 因為它這個按鍵啊 也是可以按的喔 它沒有隨便亂做 然後這個呢 蘑菇頭也都是可以轉的 然後它的感應在前面 所以可以當鑰匙圈 然後可以從這邊這樣逼 也是一個蠻炫炮的一個東西 一個小物 推薦給大家 然後另外這個小物也是我很喜歡的 然後另外這個小物也是我很喜歡的 就是那個LV 跟那個 Niko他們聯名的 一隻小鴨子 我之所以很喜歡這個系列 是因為像它這樣這個的設計啊 是VIRDI 其實我原本以為它滿小 就它來的時候超大 所以我後來呢 在那個GOOPY這裡面 我就把它這樣 欸 全世界都知道 它在這裡 我就是GOO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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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掛在這邊 你放點錢 可以保障一下自身 這個 不錯 好想賣掉了 沒有 剛才到這 另外想推薦一下的就是 啊 這個襯衫 以前的饒舌歌手 就是黑人饒舌歌手 一出來之後 他們就想要做自己的品牌 那這一件呢 這麼西暗 大家可以猜一下的是誰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下面的圖案 答對了 這個就是Snood的Snoodog 這個襯衫基本上可能連他本人都已經沒有了 看過了 就他已經就完全是買不到 絕版 我就很喜歡收集這些 跟現在的東西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這個是襯衫 接下來呢要介紹的這個是 這個 KUJI的購物袋 那為什麼要特別介紹呢 因為其實 這個很特別 它是在義大利佛羅倫斯 有一個KUJI Garden 它那個其實有點像是KUJI的博物館 然後裡面呢 一樣有這個 類似像是它Lifestyle賣的一個販賣店 但裡面很特別的是 它全部的Logo都有Garden 就是KUJI Garden 只有在義大利佛羅倫斯可以買得到 其他地方就不會有 所以那個地方的限定商品 我覺得還蠻酷的 而且不貴 而且這重點 我覺得這個我就蠻珍惜的 這給我放一邊 接下來呢 你一定要介紹一個 可以把所有商品放進去的 機能背包 好像在賣東西喔 他們會寄發 在外面拍攝外景呢 不知道為什麼對國家地理頻道 就會有一個迷思 專業度 感覺你可以在野外蹲八天的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那個時候去韓國 然後就整個攝影組跟我買爆 因為它就真的還蠻不錯的 那個框框非常的迷人 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個包包呢我覺得很好 它容量很大 首先它這個主包裡面 這個空間又非常大 然後裡面當然也有筆電的夾層 這些東西我順便收一下 真的是 除了主要的夾層很大以外 其實它最吸引我的 是旁邊這兩個小包 這旁邊這兩個小包 你就可以放些你平常的 好像是藥包啊 眼睛啊 行動電源 但為什麼我要很推薦 是因為 它這個其實是快拆 它變成一個腰包 所以你等於買一個包 還送兩個腰包 你這樣子看 怕大家不知道你帶 那個國家地理頻道嗎 它很貼心 你看 是不是很方便 一包多用 你這樣想要撕下來之後 上面就沒有 沒有沒有 它變得比較白一點而已 它還是有國家地理 它有Logo 是不是很實用呢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商品的話 那你就自己去找吧 沒了